扫墓紙扎祭品 iPhone豪宅腔蛋夯 今天是清明节 祭祖扫墓免不了烧纸钱或纸扎品 给过世的长辈亲友 传统的纸扎品多是竹子胡上印刷纸 做工比较不讲究 但随着社会风气、经济进步 纸扎品走向精致化 产品也包罗万象 其中最夯的是iPhone、iPad、We等3C纸扎品 然后像我们的iPhone就会要求的比较立体 就是我们一定要按键什么都是要立体 然后像我们也会有充电器这个 这是也都可以直接插上去接的 就是都接起来的 然后像我们的iPhone就卖得很好 平均价格大概都在2000块钱用 业者陈向玉说 他们iPhone售价较高 但业绩仍强强棍 清明节前订单甚至暴增两倍 另外还有其他品牌智慧手机 平板电脑、游戏主机、单眼相机、超跑、名牌包 自行车也应有尽有 甚至连黑道最爱的枪弹都可定制 我们之前有一个小店 然后他是买来要送给大哥的 然后他就买了一把枪、突击步枪 然后跟定500颗子弹 然后我们有问他说为什么要500颗 他说就是要多啊 量多就是取胜 另外民众进来也流行买纸扎精致豪宅 让祖先住得更舒服 豪宅内有电灯可以点亮 客厅、餐厅、卧室 浴室格局完整 家具、家电也样样都不缺 业者曾光新说 只扎豪宅也要像盖房子 从地基开始一层一层慢慢做 装潢及小东西摆放 都要符合使用者习惯 虽然一个售价约一万元左右 仍有不少民众烧豪宅给祖先 以表孝心 动新闻综合报导